告訴大家我們現在在哪裡 三重大都會公園 因為有人說今年台北市的燈節 有點弱 對有點弱 所以我們就跑過來新北市這裡 再看一下 聽說在新北市這裡的話 非常非常的大 它就在大都會公園裡面 然後是三重捷運這樣一出來就是了 但不公平啊 它是在河濱公園 它台北市的是在市區內 可是我記得很久以前台北市也是有耶 中正紀念堂 國副紀念堂也有啊 還有還有那個北投那邊的 哦 花博 對 花博那邊也很大啊 現在花博那裡沒有了是不是 對啊 提醒大家一點 我們剛剛找停車會找了40分鐘 這些都是微停的 我們現在一天去吃東西 然後吃飽了之後 再一個區一個區帶大家去逛 欸 很大 你不要想話 我們沒辦法一個一個去挑幾個區 五一的臭豆腐 你要吃臭豆腐嗎 不要 我媽很會煮臭豆腐 不要再用頭皮澡了沒有用哦 真的啊 我媽很會用臭豆腐耶 你這樣我媽不愛你嗎 這樣講對嗎 來你媽電話給我 豆腐有什麼難吃的 不是 豆腐很好吃 這臭豆腐真的很臭 很抱歉啊 我對所有的台灣人甚深感到抱歉 他是炸的耶 一樣啊 他就是有一股菜哩 第二個是什麼 蝦仁煎啊 這個我比較喜歡 這是蝦仁煎 你一定要吃一個 要不然我吃三個太多了 你就盡情的吃咩 不要 由於剛剛蛋煎實在是太難吃了 60塊是不是 超難吃 真的很難吃 我要把它評選為 我人生中在台灣吃過最難吃的蝦仁煎 對 可是你吃過的也不多啊 他叫 他叫 不用講 就不好吃就好了 真的很難吃 所以我們怒點了那個烤山豬肉 跟肉串來吃 這還不錯 那我覺得這裡的價位好像都偏貴 觀光夜市 胡宜放縱起來真的很可怕 他現在在買奶茶 要喝珍珠啦 你真的很挑食耶 我不喜歡吃粉圓啊 可是我媽很愛吃耶 同樣的招式對攝動師是沒有用的 得分 得分個頭耶 所以吃飽了有力氣可以逛了嗎 可以了 所以第一區 第一區我們先去看哪裡 我不知道 很像那個台南那個燈會的那個 OKOK我們先去看那個 這個看起來就有點像那個台南的 它也很像基隆廟孔那個啊 都有異曲同工之廟 這個還滿漂亮 而且它很長一條耶 為什麼這裡會有聖鬥室 可以跟我解釋一下嗎 這應該是全台灣最成功的燈會 那請問保齡球跟聖鬥室有什麼關係 它應該要12公要破的 我剛才在講說是12公 是不是12公 但好像不行 請問它的薑品啊 跟聖鬥室有什麼關係嗎 滑鼠墊一個啊 聖鬥室啊 而且那個棋盒20才會有耶 對啊 唯一一個跟聖鬥室有關的 其他的都沒有 你以為要當聖鬥室那麼容易嗎 然後遊戲也跟聖鬥室沒關係 到底 這裡已經不只是燈會了 它根本就是一整大區的 燈光裝置藝術區 這個滿漂亮的對不對 很漂亮 其實而且很大耶 完全跟西門町那個是截然不同的東西 旁邊這些LED燈區 全部都有設計過 我現在人過曝了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二樓的橋做得非常的好 它這樣蜿蜒的上來 你可以直接從捷運站那邊走出來之後 然後就可以在二樓這邊服侍整個登捷廣場 而且現在有很多燈飾啊 愛心啊 裝飾 就感覺很浪漫 對很浪漫 這樣回頭看好漂亮喔 對啊 這真的有一點出乎我意料耶 我本來就跟你說這很棒啊 要把我幹嘛帶你來 我們現在應該是在一個制高點這邊 我要把那一條街命名為向日葵步道 它原本你看像一般的和平公園 它們就是跑步的地方跟騎腳踏車的地方 但是它們就在兩邊點滿了向日葵 而且我們現在在制高點 我覺得這個展覽的地方很特別的一點就是 因為它剛好有一個中間的高橋 所以 俯瞰的視角 對你有一個俯瞰的視角 你可以看到整個區域就長什麼樣子 而且它你看現在都是 不知道為了是因應情人節 它有很多愛心的那個燈飾有沒有 有啊 在我旁邊 這邊 這感覺蠻浪漫的 你有發現這是什麼嗎 縮偷耶 就是 讓你把愛情鎖在上面了 我現在才發現 原來這一整區都是一個愛情區 這個叫做愛情星光隧道 我自己取的名字 為什麼 你看到旁邊嗎 那邊有秋比特 然後你轉過來 這個不是聖誕節了 上面寫LOV 旁邊還有兩隻秋比特 中間還有一個小愛 太多人了不要再亂 所以傳說中只要 兩個人可以手牽手的走過這個隧道 就會獲得永遠的愛情喔 我揍你喔我跟你講 可是看到這個你有沒有想到什麼 韓國嗎 對啊 我們在南山塔也有鎖 對 南山塔 不知道那個鎖有沒有被拆掉 應該有 因為要不然的話太久 他們說會太重 所以我們現在去就看不到我們當初的 我們當初的鎖應該已經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所以鎖這比較好 因為好像還蠻空的 你以為它之後就不會拿走嗎 可是至少目前還蠻空的啊 我覺得它遲早也會拿走 為什麼他們都是愛心鎖啊 是這裡有賣對不對 應該是有賣吧 我們那時候是隨便的鎖耶 我們是自己帶自己的鎖吧 對 因為我們知道要去南山塔 有這個經典 我們是man in Taiwan的鎖 MIT 對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小孩子在玩那個 這個這個 對 這樣下來這個 就拉了它會飛高高的 這邊也有 沒有 之前我們在淡水玩過覺得很好玩 對啊 他也想要玩 所以 多少錢是你可以接受的 100 所以超過100就不買喔 畢竟我勤儉持家 老闆這多少錢 一個100 一個100喔 一個100 可以算便宜一點嗎 固定賣100耶 比較好 好啦 抓一包 然後往肚子的方向拉 拉到差不多的時候 右手記得要甩一下 喔 你幾歲了 還給我買這種東西來玩 來這裡不是要玩這個嗎 有人在放炮 有人在放炮耶 放煙火啦 放炮你 用池好一點好不好 放炮就一樣的池嘛 所以今天來看誰射的比較高 好 來我先射喔 喔 蠻高的耶 漂亮啦 自己射了自己接 欸 來準備射喔 1 2 GO 哪一個是你的啊 先吊了還是後吊了 先吊了 先吊了 你好辣差喔你 自己射的你去接 欸 再玩最後一次喔 然後我們繼續逛 結果我們都沒有在逛燈鞋耶 有啦 等一下還要繼續逛 只是突然看到這個又很想玩而已 回憶 這是回憶 欸 這個玩具啊 我們在六年前的時候玩一模一樣的 我把照片放在這邊 大家看這六年還有沒有變很多 敢說有變得試試看 在下面留言 這個我了 這個我了 來接囉 喔 好久喔 剛好沒拍到 沒有拍到沒有拍到 這是什麼了不起的嗎 哈哈哈哈 我們就是接一下而已 最後我們再用一點點的時間 把這邊的燈區啊 再走一走看一看 欸這個很特別耶 這個是 九龍壁 它下面有寫 喔 九條龍的牆壁 欸它會動耶 對啊 這種呈現方式還蠻特別的 金屬吉祥 欸它真的 它是老鼠耶 對啊 看到這個我又想唱一首歌 你說 老虎 老鼠 傻傻分不清楚 歡迎來到韓羅蕾 是啊 韓羅蕾提供的 欸真的耶 這個就是 老鼠曲七 七印 日本清真線睡魔祭 所以這個是睡魔 嗯 好可怕喔 你不就是睡魔嗎 我是被睡魔產生 喔 日本大仙式的指風船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一區呢 就是比較傳統我們印象中 在燈節上面會看到的花燈 在我後面的這個啊 乍看之下 或者是你在平面試看的時候 你會以為它就只是一個迷宮而已 就是 看不出什麼端倪啊 看不出什麼端倪 對 但是我剛剛用狂排機在飛的時候 我才知道 原來它是一隻巨型的老鼠 對 我們等一下就去老鼠的身體裡面走動就對了 欸 你小心被老鼠噩夢產生 欸 它要回來找你復仇 好可怕喔 在我後面的這一刻呢 就是許願書 然後旁邊的就是愛情敲響零 好 今天所有的內容 包括介紹啊 典故啊 還是什麼 預言啊 都是我們亂擺的 可是好像又擺得蠻有道理的 你不覺得嗎 那當然我誰啊 Elsa 愛神啊 它這個其實近看蠻夢幻的耶 而且它不是只有燈泡而已 它上面有時候像普攻音這樣子 哎唷 很大的一條龍喔 等一下今天我們最後一個景點了 對 然後前面就是夏日葵步道 浪漫的在這邊走完結束這一集 我們大概花了三個小時的時間 在這邊走一走逛一逛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個就是2020年新北市三重區大都會公園的燈結 它分了很多個區域 然後也有美食街 所以你可以花一整個晚上的時間在這裡 吃了晚餐之後 然後慢慢的逛 慢慢的晃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一點 就是因為它剛好就是有那二樓的橋 所以你可以俯瞰整個燈會 整個燈結的廣場 所以看起來就很漂亮 然後它也有做一些設計啦 就是平面的時候是一個樣子 你俯瞰的時候 它又有另外一個樣貌出來 它也不像一般的燈結這樣子 就是只有滿滿的花燈 它還結合了很多燈光的裝置跟藝術在裡面 而且交通很便利 它在三重捷運站出口就到了 對 捷運站一出來就到了 就是說我還是有一個印象就是 很多年前在花博那一邊的燈會 那個真的是很密集很密集 有很多燈的那一種 也是這樣子一整個大廣場的 就是在花博園區的展 對對對 那時候真的是一個晚上都逛不完的那種感覺 對 但現在就是這裡會比較分散一點 對然後有分區域性 但是這樣子逛起來也滿舒服的 所以我們就要用這個活動來結束 真正的過年了對不對 對啊 可是這個燈會它是到3月1號 所以大家有時間的話 我是覺得滿值得 可以來看看看看 而且感覺它有為了情人節在鋪 鋪層 對 因為情人節是2月14號 幹嘛 明天欸 明天欸